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继续我们第四阶段进阶实验 第十课的学习 好在第十课呢 我们的上一个小节给大家讲了 这个ADC与光级传感器实验的理论基础 然后我们这一个小节呢 将给大家讲解我们这个ADC与光级传感器 实验代码的分析实验 实现以及我们这个运行的一个演示 好我们开始我们的 的第一个知识大的次点的讲解 也就是我们这个实验代码的分析 以及实现 好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一个小的知识点 就是我们这个实验代码的几个关键点 在上一课给大家讲这个ADC的理论基础的时候呢 再给大家讲这个原理图的时候呢 给大家看了 我们这个ADC呢 实际上它是接在我们这个IO PF7上的 也就是我们这个ADC3-IN5 也就是我们ADC3的第五个通道 因此呢 我们这个实验的第一个关键点就是 我们写一下 对这个IO的一个初始化 IO的初始化 好我们要把这个IO进行一个配置 要把它的第二个功能配置出来 配置成我们的什么呢 配置成我们这个ADC3-IN5这个功能 并且要对其他的一些 并且要对这个IO的其他的一些参数进行一个初始化 然后第二个关键点呢 就是我们这个ADC3 就是我们这个ADC3-IN5的一个初始化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二个编程的一个关键点 也就是初始化我们这个MCU内部的这个ADC3 初始化我们的ADC3 并且要初始化它的第五个通道 因为我们要使用的是ADC3-IN5它的第五个通道 好 然后最后一个关键点呢 就是我们这个亮度百分比的一个计算 亮度百分比的计算 好 我们把这个采样的值读出来以后呢 我们如何转换成这个亮度百分比 好 这也是我们这个编程的一个关键点 好 然后呢 我们这个实验的三个关键点呢 就是以下这三个 好 下面呢 我们大概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实验代码的一个流程 实际上我们这个整个实验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 它的整个流程呢 这边给大家大概分析一下 首先呢 其实还是初始化 跟我们对其他接口的编程的第一步是一样的 首先呢 还是一个初始化 好 这里面要初始化哪些东西呢 实际上呢 我们要用到我们的串口 那么我们就要初始化一个 首先初始化串口 然后呢 我们还要点灯 通过这个灯的亮面 来表示我们这个系统呢 正常运行 因此还要初始化 那么我们首先呢 会读取 好 我们初始化完成以后呢 我们会大的操作就会去读取我们这个ADC 读取ADC3-IN5这个通道上的这个采样值 在这个读取的这个过程中呢 实际上也是有些技巧的 因为我们要在读取之前 我们要才把这个ADC3-IN5这个让它使能把它的电打开让它启动 然后呢 读取完成 读取完成以后呢 我们还可以把它的电断掉 这样呢 可以节省一些功耗 因此呢 读取这个操作啊 其实也分三步 首先是打开AD 打开AD 打开以后呢 我们进行一个读操作 读了以后呢 我们还可以把这个AD给关闭 关闭AD 好 读取到值以后呢 我们就进行一个计算 好 这个第三步呢 就是一个计算 计算我们的值 计算完成以后就通过我们这个串口打印 就是我们这个串口的事情了 串口打印 好 这个串口打印完成以后呢 然后我们让这个闪闪一下灯 代表我们这个系统正常运行 好 它的整个流程就是这样子 然后闪灯完成以后呢 好 我们又重新回到我们这个 读取AD 好 延时结束以后呢 我们又重新去读取AD 然后不停的进行一个循环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代码的一个流程 好 大家下来呢 可以 我这边画的啊 比较粗糙一些 比较简单一些 大家下来呢 可以把这个代码再理一下 把这个流程图呢 好好的做一个流程图 这样对我们这个代码呢 会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并且在大家以后做设计的时候呢 请大家一定要养成我们 在设计代码之前 要画这个代码流程图的一个好的习惯啊 这样子呢 对我们这个代码的模块化 以及我们这个代码的修改呢 都是有很有帮助的 好 下面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这个CMSIS下面 我们提给我们提供的这个ADC操作的这个酷函数 好 我打开我们的这个工程 首先要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要把这个ADC的支持 首先要加到我们我们这个工程里面啊 就是我们这个CMSIS的这个给我们提供的这个ADC的这个酷要加进来 好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ADC的酷在哪个地方啊 还是在这个device下面 在我们这个STM3QHL里面 好 我们就需要选择好 勾选这个ADC 好 把这个ADC勾选上 然后点击OK 好 然后这个ADC的酷呢 就加到我们这个工程里面来了 大家看一下啊 实际上我们这里面呢 就多了两个 大家看多了两个点C文件 一个是STM3RF4XX-HL-ADC.C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HTM3RF4XX-HL-ADC-EX.C 好 这是它的一个相当于一个进阶的一些C代码 有更多的一些操作在这个-EX这个文件里面 好 如果我们需要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去使用它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STM3RF4X-HL-ADC.C 我们主要来看这个啊 好 好 我们看这个代码的时候还是一样啊 我们要把它前面的注释 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前面的就是一些文件信息 还有它这个编写时间 以及它的一些摘要 这个摘要我们可以看一下 给主要给我们提供了 以下这些ADC的一些操作啊 包括初始化 然后呢 反初始化 以及我们这个IO的一些操作 还有一些状态和错误的一些功能 好 然后呢 这个部分呢 就讲了我们这个ADC的外设的一些特性 啊 这些特性呢 实际上就是对应到我们的这个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上就是对应到我们的 这个特性 ADC的主要特性 好 我们也可以对照的来看一下 这里面呢 就不给大家多讲啊 然后呢 我们主要就是要 搞明白 这 这个部分的内容 就是如何来使用这个驱动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它就讲了 我们如何来对这个ADC 它的一些 低级的一些资源 进行一个初始化 好 那么他们 这个文 这个 它的这些注释呢 就讲了 要调用这个HLADC MSPIT 就也就是对它的一些 低级的资源 比如说Io啊 时钟啊 进行一些初始化 然后呢 在这个函数里面呢 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呢 好 这个 好 这一段注释其实也很明白啊 首先就是要使能 我们这个ADC接口的时钟 那么如何使能呢 要使用这个 这是一个红定义 ADC CLK-Enable 这个红定义来进行一个使能 然后就是我们这个ADC 管角的一个配置 好 然后 具体要怎么配置呢 这里面给大家讲了 首先呢 就是要使能我们这个ADC 管角要使用的这个时钟 也就是我们 GPIOX-CLK-Enable 这个X呢 就是没有说明是具体是哪一个管角啊 这个需要我们自己去做 因为我们这个是PF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Io啊 我们这是PF7 因此呢 我们实际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呢 这个就是GPIOX-CLK-Enable 然后接着呢 就要配置我们这个ADC的一些管角 啊 要把它配置成这个模拟的模式 要最终定用这个HALGPIOX-IT 来对这个Io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设置 这个一会儿在我们这个代码的时候呢 会给大家讲具体的进行讲解啊 好 然后呢 这个部分呢 就讲了 如果我们要使用这个中段 假设就是我们后面要使用这个函数啊 HALGPIOX-IT这个函数 那么我们要如何进行配置 如果要使用中段呢 首先就是要配置我们这个中段 ATC中段的这个优先级 还是使用这个函数 HALGPIOX-IT这个函数啊 然后呢 就要使能我们这个具体的这个是ADC的IRQ 啊 就要使用这个函数来进行一个使能 然后呢 在我们这个 还要去实现我们这个具体这个IRQ的一个中段伏历程啊 也就是在我们 要我们要去使用ADCIRQHANDER 我们要去调用这个函数 好 然后 这个部分讲了 如果我们要使用这个DMA呢 来控制这个数据的传输 我们该怎么做 好 这个呢 这里面我们这里面不给大家进行一个过多的一个介绍啊 这个希望大家下来呢 就根据我刚才的一个讲解啊 下来把这个如果要使用这个DMA 我们来如何进行处置化 我们来看自己来看一下啊 然后呢 在这个课程结束以后呢 我会给大家布置一个作业 也就是我们要使用这个分别使用这个中段和DMA 来实现我们这个ADC数据的一个读取啊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实验内容中呢 我们就是使用普通的一个读写函数 读函数来进去读取 好 然后呢 这个第一个这个对他的一个低低级资源的处置化呢 完成以后呢 然后第二步呢 第二个大的步骤呢 就是我们要配置我们这个ADC的这个分频器 还有我们这个 也就是我们这个转换的这个 元以及我们这个数据的对齐格式 最后呢 就是用我们这个HLADC IIT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来对它进行一些配置 然后就是配置我们这个具体的一个通道组的一个 一个特性 也就要使用我们这个HLADC IIT 和这个HLADC config channel 这个两个函数来进行一个配置 好 然后呢 这个实际上呢 到这儿啊 我们这个ADC的这个初始化呢 就已经完成了 好 然后这个地方就讲了 有三种这种操作模式呢 是有效的 好 在我们这个驱动里面 首先就是我们这个普通的这个IO模式 然后呢 就是我们这个中断模式 以及我们这个DMA模式 然后 在这个三种模式里面呢 这个注视也给我们讲了 如何去使用我们这个ADC 如果去使用我们这个ADC 进行一个读数据的一个操作啊 大家看 我们这边就以我们这个IO模式为例啊 首先呢 就是要 大家看啊 要启动我们这个ADC 比如说调用我们这个HLADC start 还启动我们这个ADC 然后呢 大家看 我们要等待我们这个转换 这个周期结束 之前给大家讲这个ADC的时序 给大家讲了 它的ADC每次读数呢 它是有一个时序的 它是要在15个时中周期结束以后呢 才能把数据存放到它的寄存器里面 因此呢 我们就要调用这个HLADC ProlineForConversing这个函数 来等待这个15个周期 啊 来等待它这个 把数据放到我们的寄存器里面 好 然后呢 就可以调用我们的这个HLADC GitView这个函数 来取得我们这个寄存器里面 这个ADC采样到的一个数值 最后呢 就调用我们这个HLADCStop 好 来停止我们的这个ADC这个外设 好 然后这个部分呢 就讲了我们如果要使用中断模式呢 我们如何 来对这个ADC的这个数据 进行一个读取的一个流程 好 这个呢 需要同学们下来呢 自己来看一下 然后自己 把这个中断模式 读取ADC这个功能来实现 还有这个DMA也是一样的 好 然后我们这个部分 给我们讲了我们这个ADC的这个驱动 它给我们提供的一些红定义的一些列表 比如说使能我们的ADC 好 禁止我们的ADC 以及我们这个 使能我们这个ADC的这个中断 好 以及禁止我们ADC的中断 好 还有其他一些 这个就给大家多讲 好 然后后面呢 就是这个函数的一些具体的一个实现 大家看 它也是分成了几个部分啊 这个函数 按照它的一个功能 首先呢 就是这个初始化 以及反初始化的这个函数 好 然后这是一个函数的一个具体的实现 前面是它的一些注视 好 这个呢 同学们呢 下来自己来看一下 如果大家对这个ADC 可以读这个ADC初始化的具体细节 想更进一步了解的同学呢 就可以把这个 HLADC IIT这个函数呢 下来具体的来看一下 它是如何来实现我们这个ADC的一个初始化的 好 然后我们这里面呢 主要是要知道我们如何来使用 这个函数 其实使用这个函数的这个关键呢 就是对这个参数 进行一个初始化 也就是这么一个结构体 IDC Handle Type Define 这个结构体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在这个结构体里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实际上呢 它实际上定义了这么一些参数 那么最主要的几个我们需要 对它进行一个初始化的一个参数呢 一个是这个inter instance这个参数 也就是我们具体是哪一个ADC 好 这个参数 你每次每次我们都要给它进行一个初始化 然后还有这个 ADC IIT Type Define 这个参数 好 这个参数我们再看一下 好 大家看这个参数呢 实际上它这个 里面的这个参数就特别多啊 这个结构体 它内部的这个参数就比较多 首先是我们的这个 时钟的这个分平器的一个定义 然后是我们这个ADC的一个圆 然后数据对齐 左对齐还是右对齐 后面的一些参数啊 大家下来呢 可以对照的这个注视呢 把这些参数的这个内容呢 好好看一下 好 然后这些参数 我们都要对它进行一个初始化 好 然后我们回到我们这个ADC的这个 具体的这个实现来 我们再 再来看一下 大家看这个HLADC MSP IIT呢 实际上它什么都没有做 就需要我们自己 在这个函数里面呢 并且它是一个弱势名的 需要我们自己重新对这个函数 进行一个编改写 好 我们要在这个函数里面实现我们这个时钟 以及我们这个IO的一个初始化 好 然后后面呢 就是具体的我们的这个 就是具体的我们的这个 读取的这个操作 好 这个后面的这个这些内容呢 这些函数呢 大家有兴趣可以下来呢 自己把这些函数的这个 实现呢 具体来看一下 这里面呢 我主要给大家讲解 我们如何来使用这些函数 好 我们这个CMSIS这个提供的这个酷函数呢 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好 然后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我们这个代码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实现 好 我们还是打开我们的工程文件啊 在我们工程文件呢 我们按照惯例 我们还是首先打开我们的taste.c 这个c文件啊 在这个c文件里面呢 好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注释啊 我们这个c文件呢 就是我们这个光线传感器实验 包括我们的光光线传感器的初始化 以及数据的一个读取 好 然后按照惯例 我们来看我们这个main函数 好 在这个main函数里面呢 前三个这个调用的这个函数 现在就不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这个都给大家讲过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初始化光线传感器 好 这个函数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关键点 也就是对我们这个io 以及我们这个adc的一个初始化 好 我们的前两个给大家讲这个代码关键点的时候 的前两个关键点 就是在这个函数里面体现的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这个函数 好 在这个函数里面呢 我只调用了一个函数 所以就是这个adc3iit这个函数 好 那么这个函数是哪实现的呢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driver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driver这个目录下面的 我们的这些 啊 c文件啊 呃 我们首先我们这个nitesensor.c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nitesensoriit 这个函数 它就在那个nitesensor.c里面 这个呢 主要就是对我们这个光线传感器的一些操作啊 比如说光线传感器的一些初始化呀 它这个值的一个计算以及读取以及计算 好 然后 在这个nitesensor里面呢 它主要是调用了我们adc的一些操作 那我们这个adc呢 实际上我们是放在这个adc3.c文件里面的 好 在这个adc3.c里面呢 我们首先就是实现了我们这个对对这个adc 它的低级资源的一些初始化啊 我这有一些比较详细的注释啊 比如说这个初首先速出化时钟 然后速出化io 好 然后如果我们要用dma 那么还要速出化dma 以及我们如果要使用中断 那么就要速出化中断 因为没有用 我就把这两段代码给屏蔽掉了 然后就是我们这个具体的这个adc3iit 这个它的一个初始化 实际上呢 就是对这个 大家看啊 实际上就是对这个 我们的这个adcchannelconfigtypedefine 它的一个初始化 以及呢 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这个adchandertypedefine 这个参数进行一个初始化 大家看实际上都是对这个adchanderdefine 第一个是对它的instance 它的instance呢 就是这个adc3 然后呢 就是我们时钟的一些预分屏的一个配置 然后是我们的这个具体的一个模式 我们是用的12位的一个模式 然后是非扫描 并且是连续转换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是通过这个外部出发 来进行一个出发 然后呢 是并且数据是右对齐的 大家看我们调用的这个红字表示它是一个右对齐的 然后还有一些 我们这个dma的请求模式我们是把它disable掉 不用dc不用这个dma 然后这个eco标志这个增加的这个位置呢 我们也是把它disable掉的 接着呢 我们就调用这个hladcit这个函数来对我们这个adchandertypedefine这个参数进行了一个初始化 然后呢 就是配置我们这个adc的一些通道的一些规则 首先大家看啊 我们实际上是配置成了啊 这个写的注释不对啊 实际上是配置成了我们这个通道5adc3的通道5 然后呢 配置了我们这个产生周期 配置我们一个产生周期就是三个 周期代表它的一个采样周期 然后偏移量呢 这个是0 然后最后呢 我们就调用这个hladcitconfigchannel 这个函数呢 对我们的这个通道进行了一个配置 然后这个里面呢 adc这个里面呢 还实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函数啊 就是我们这个adc3ray的这个函数 这个呢 它的一个流程之前给大家讲了 首先就是启动我们这个adc 也是调用我们这个CMASIS酷含数里面的HL adcstart 然后呢 就是读取我们这个电压值 然后接着就是停止我们这个adc 让我们这个adc停下来 这个 对这个adc的这个操作呢 也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代码的第二个关键点啊 这里面呢 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具体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讲解 然后呢 我们 我们还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代码的这个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代码 具体的这个它的一些文件的一个分布啊 首先主要就是这个driver 我们变得主要就是这个driver 我们这个driver上面呢 增加了两个文件夹 一个是adc3 这个文件夹这个文件夹就是放了一个adc3的一些操作 包含了一个adc3.c和一个adc3.h 这两个文件 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nite sensor 这个文件夹这个呢就是包含对我们这个光明传感器的一些操作啊 它也是两个文件一个.c文件一个.h文件 对应到我们的这个工程里面呢 实际上就是在我们这个driver下面的adc3.c inite sensor.c 这两个文件下面 好下面呢 好这里面呢就给大家把这个adc3的这个初始化啊 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讲解 好然后这呢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 iO的一个初始化啊 iO的初始化大家看一下 首先我们这个管角呢就是这个adc3 channel应该是channel5啊 这个是channel5 这个红地呢是我自己写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红地是我自己写的 实际上呢就是pf7啊 这个channelpin呢 实际上这应该写的是channel5 啊这个应该是channel5 这是channel的改啥 实际上是channelpin7 然后呢它的分组呢是在channel5 这个分组里面 好然后呢 就是要把它配置成一个mod 配置成模拟啊 knowledge模拟 然后没有上下上拉和下拉 然后好对它进行这三个配置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 将我们这个HLGPIOIT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初始化 好然后然后这个时钟呢实际上就是配置我们的Io GPIOF这个分组的时钟 以及我们这个adc3 它的一个时钟 要对这两个时钟呢进行一个实能 好然后这个初始化呢刚才给大家讲了 然后这个读取呢也给大家讲了 然后下面呢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net sensor里面 这个这个初始化刚才也给大家讲了 实际上我指定我们这个adc3iit这个函数进一个初始化 然后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采样值如何转换成我们这个光线的一个百分比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去读数的 实际上呢大家看它是在循环循环多少次 这循环10次 我们循环10次去对这个数据进一个读取 然后把这10次的数据呢进行一个相加 每次延15个毫秒 这个调用这个adc3iit的这个函数进行一个读取 读取完以后呢 那么我们就得到一个平均值 除以10把这个值除以10得到一个平均值 好得到平均值首先我们要判断 我们这个值 首先我们默认这个光线的最大值呢是不超过4000的 因此如果这个值超过4000呢 那么它就是一个应该是一个不正常的值 证明就把墙字写成一个4000 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百分比的一个计算 这里面呢实际上很简单啊 它这个算法是很简单的 大家看它就是用这个100 减掉我们的这个具体的值除以一个40 如果这个值呢实际上这个值越大 这个temp这个采样的这个值越大 就表示这个光线越暗 那么这个值越小呢 这个电压实际上这个电压值越小呢 就表示这个光线是越亮的 因此它这个计算呢 就是因为它只是计算一个笔值 并且这个最暗的光线这个值不超过4000 因此它除了一个40 大家看它除了一个40 然后用这个100呢 减掉这个temp又除以40的值 就得到了我们这个光线大概的一个百分比 好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代码的第三个关键点 就是我们这个光线百分比的一个计算 实际上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temp又转换成一个具体的一个电压值 如何转换呢 首先要搞清楚两点啊 首先要因为再给大家讲理论技术 讲过了我们要得到电压值呢 要明确两点 一点呢就是要知道我们这个量成 量成 又是我们能够测量的这个电压的这个最大值 然后还要知道我们的几个分辨率 分辨率 分辨率哈 这个分辨率啊 实际上这个分辨率 我们是一直是12位的一个分辨率 因此呢它的这个小刻度呢 就有四千零二的十二十方 就是六个小刻度 啊然后我们如何来计算呢 就是这样子我再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用我们的这个 四千零九十六啊 然后对比上我们这个量成的最大值啊 量成的最大值 这个量成的最大值呢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数据手册可以查到 量成 就等于哈 我们这个是 采样值我们具体一个采样值 好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要得到的这个电压值 v 实际上就这样计算 这个v就等于相对量成乘以采样值除以四千零九十六 啊就可以得到我们具体的 这个电压值 啊因为这里面呢我们只是计算了这个光线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百分比 光线强度一个百分比因此没有去 计算它的这个电压 只是呢做了一个除法 然后呢因为这个光线越强这个值越小 这个电压就越小 因此呢再用100减掉这个值就可以了 好整个代码呢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下面呢我们就来对这个代码呢 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运行的一个演示啊 还有一点忘了给大家说 就在在我们这个adc 这个里面呢我们这个cmasis 提供这个adc的个酷函数里面呢 使用dma的一些操作啊 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就是 在这个头文件里面 大家给大家看一下 啊在这个stm32f4xxhl-adc.h这个头文件里面呢 它没有包含这个stm32f4xxhl-dma.h这个函数 这个头文件因此呢这个里面呢我把这个 stm32f4xx-hl-dma这个函数 包括进来了 其实就跟我们讲串口那个小节同样有这个问题啊 然后呢首先要怎么修改呢 实际上讲串口的小给大家讲 首先要把这个文件改成它的指路属性去掉 然后呢把这个头文件加进去 加了以后呢你可以把这个指路属性的加回去 去以防别人意外的进行一个修改 然后就可以了 好下面呢就是对我们这个代码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演示 首先呢还是对代码进行一个编译 好这个时候点击编译按钮它就开始编译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开发板板呢我已经连接好了 这个时候对开发板呢进行一个商店 按了它的一个 商店的一个按键 好 然后呢就是对这个代码进一个下载 好这个时候呢代码已经下载完成了 好接着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代码的一个运行的一个效果啊 这个时候呢我要打开我的这个 串口助手啊这个时候是 这个时候是COM6 好我们把串口助手打开 变成9600 然后呢我按一下我这个 复位按键 好这个时候大家看这个灯已经开始闪了 表明我这个代码呢 已经正在正在运行之中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时候呢这个百分比呢 大家看当前光线强度百分比已经读出来了 好这个时候 是百分之四百分之四样子啊 然后呢 现在呢我就把这个 大家看我我用手啊去把这个 传感器 好给遮挡一下 好我现在相当于把这个光线传感器完全挡住了 相当于它就没有光线照射在我们这个光线传感器上面 大家看它的百分比呢 就变得很小很小就只有百分之一的样子了 好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再对它进行一个强光进一个照射 然后把手拿开 好然后呢我把这个我们这个摄像头啊 我们这个我这个摄像头 它是有这个光线照射的 它它上面有些LED光 然后把这个摄像头呢 靠近我们的这个光线传感器 啊大家看这个时候摄像头看不清了 因为它靠的离光线传感器很近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光线强度百分比呢 此刻就发生了一个变化 因为现在天还比较黑啊 外界光线不强硬 因此呢我只能用这个灯光照射啊 好然后呢大家看 它的这个百分比呢 就慢慢增加 你看我靠的越近啊 我这会已经靠的很近了 好这个百分比呢 都增加了94%了 好如果这个时候呢 我在室外啊 如果有太阳光照射的话 就很有可能达到百分之百 好然后慢慢的看 我把这个灯光远离它 好远离它 好大家看它这个百分比的比值呢 慢慢的又在减少啊 那看我又靠近它 好这个百分比呢 又在增加 好说明我们这个光线传感器呢 它确实能检测到我们这个光线强度的一个变化 好我们这个实验呢 就具体的一个实验的一个演示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儿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课后作业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课后作业呢主要是有两个内容 第一个内容就是在我们这个课堂实验的基础上啊 分别使用我们这个中断模式和我们的这个DMA模式 实现我们这个光线强度的一个读取 好这个就需要同学们下来呢 把这个CMSS酷含数里面关于中断 如何使用中断以及我们如何使用DMA的内容呢 好好看一下 然后分别使用中断和DMA实现我们这个光线强度的读取 好第二个内容呢 就是了解我们这个STM32F407内部这个温度传感器啊 了解一下 然后呢实现我们这个内部温度的一个读取实验 实际上我们这个内部温度呢 它也是去读我们这个 这个IN我们ADC上的这个某一个通道 这个需要大家下来看一下这个资料啊 某一个通道的一个采样值 然后转换成我们相应的这个内部的一个温度 好希望大家下来的把这两个功课呢好好的完成一下 好今天我们这个课程内容呢就到这儿 好谢谢大家 我们下来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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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来看一下